大家好,又到卓游港,讲卓游的时间 大家好,我是你的G-Chan William Hello,我是Ross 又是我只有八声的K-H-R 好了,今天我们又邀请了另一位嘉宾 哇,非常专专的嘉宾 这个真是厉害 人称卓游界周八通 什么都懂的 什么都懂 什么都通,什么都要 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关于香港卓游的Gamer 一些新宣誌 今天选择来到可以介绍 不如讲回香港的一些经典人物 经典人物 经典的事情 一定要由他做一份 我今天也来学习 是啊,真的学习 上课 约了很久才能约到的 这个就是香港卓游的001 听完这个就立即会知道所有的东西 好了,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你自己介绍一下 你的长游之路吧 玩了多久 应该由九十年代初期开始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其实初期应该不是接触这些 调节目 其实最初的玩是玩战国风云 或Scrabble那类比较传统一些 OK,都是Risk、Scrabble 可能是一些普通玩战国风云 可以拿到那些 我们也是 大富翁 酒店、大库 其实早转 不是那么容易买的 这里会多 反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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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九六年的时候 应该是九九七左右 在学校 即是读中学 就学会了玩一样比较新兴的东西 叫Magic Geekly 哦,Magic 还是Magic 其实你都是Magic的玩家 现在没有玩的 其实当时都有玩的 到入了大专之后 就入棋会 最初是因为Magic 而入棋会 后来就见到这么多这些游戏 除了玩Magic之后 都想学一下玩 就开始入了这一个游戏之路 到畢了业之后 开始出来做事 亦都有钱的时候 就开始会 入口买球游戏 入口买球游戏 开始买球游戏 接着一直玩玩玩玩 玩到一五年 即是去年 就开始中途有没有东西做 亦都有个很知心的 是Gam画 亦都是人物 那他就建议我 其实在一五年之前 其实我都除了在香港 亦都有去过不同的地方做地球交流 例如大陆 台湾 看Facebook 都见到周围去 对 有个Gam的种类也有很多 那他建议就说 既然你从台湾那边属 不如你试试 拿台湾的货来批发 试试去不同的咖啡 当时我去了 从台湾那边谈 拿了第一只 就是这一只的Gam 回来做代理 这是第一只 这是第一只代理的Gam 不是代理应该说是批发 批发 批发 批发的资金相对会便宜一点 直到16年头 亦都有些朋友就说 我们有个组织 成立了之后 就想找个想有个地方 他们谈了 就说想用来搞Burcum Cafe 就邀请了我和另一个partner 进来搞了这家Burcum Cafe 所以就是说 你是一个二十多年 我没有数赛 就是二十年的Gammer 去不同地方比赛 不同地方进入Gam 然后就辰转去试 去做台湾的批发 去做批发 这一只 然后也是 因时祭会之后 有朋友跟你合资 开了这家咖啡 是 可以说 非常之厉害 二十多年 对啊 就是老前辈 店主之后 进入哪些Gam 这些是不是就是你初期买回来 或者是经常玩的 其实卡坦岛可以说 进入德国Gam 就是玩德国Gam 差不多很早 其实第一个 一两只应该是这一只 是 有门 你看到这一只 真的玩了很多很多次 你看到 连这盒都要用 教识 教识 对啊 所以 古董 对啊 就是玩卡坦岛 玩到出色 就 玩到去 德国 玩完世界赛 玩完世界赛 世界赛 是2003年 2003年 对啊 应该是 比较早期小小 可以去到 外国玩德国Gam 比赛的一个Gam 那是自己付钱 自己自资去 还是你去香港比赛 然后再过去 其实应该是 入了香港比赛 香港那边会赚了机票 至于酒店大会会提供 其他的交通 食宿 额运食宿 女友就要自费 奥运 对啊 奥运 选择 但其实 特别过去的 但其实当年 有一件事 比较不满的 就是挂了五星期 哦 就是当你是 当你是中国 对 因为他们不知道 在香港 当时中国和香港 是没有分的呢 没有 有没有各自代表 还是没有 就是中华 香港包中 你是中华的代表 台湾包中 只有我一个 但台湾就 台湾就有两 哦 台湾就有 即是你是中国加香港的代表 是 你是全国代表 不得了 不得了 如果比较现在 我们应该要特首要去接机 那些 那是未必的 是吧 未必 我们会努力 看下游戏这些机会变成 好像现在打机 是的 像电子昏 像LOL 团队 很难说的 听完就真是行 不如说一下 有点关于香港的Gamer的特色 你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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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这样看的 其实 香港的Gamer 玩Gamer的人 可以分开两边 一边 比较简单 是 就是比较简单 例如我 其实好像双包 不用脑的 或者他们一坐下 就说 玩Gamer就说 我一定要一分钟就学 十分钟就玩 他们要一些不用脑的 打牌 类似 其实香港 所谓的Gamer 所谓的玩Gamer 其实都见了很大部分 都是这一类人 是 玩Party Game Party Game 对 挖金 什么牛头 可以这么说 OK 第二类 真的很极端 就是我们这些玩得很重口味 可能要坐下 玩两三个钟 OK 可能要玩四五个重口味 我们才满足 哦 就是吃到 胃口大了 是 可以这么说 那这些就是 你觉得佔少数 相对 不太多 OK 相对不太多 但还有一班 小数 连我们都比较少接触 就是Wall Game Wall Game Wall Game 始终 他们自己 围络会 在群组玩 就未必会 他们未必会玩 Ball Game 是 是的 我们自己玩Ball Game 也少会 玩Ball Game 他们那班 是真的 叫小众 OK 但那些人 他们 会不会有些 是有Party Game 或者简单转做 这一类 深 即叫做 深一点的 策略 的 或者是什么渠道 是 你见过那些人 是怎么样 其实香港都会有 一些Gamers 是由Party Game 开始一路玩玩上去 但其实香港 坦白说 香港大部分的Cafe 它全部 多数都是Party Game 会比较 增加重的比例 OK 是的 所以你去到其他的Cafe 很多时 店主 到新 会介绍的 都是一些比较简单 不听不懂的 嗯 即是 即使你跟他很熟 或者玩得很久 他们发现 你的Live 可以提升 那他才会 去介绍你玩一些 比较深一点的Gam OK 或者玩一些长一点的Gam 但你觉得 其实 究竟是 那些店主 令到他们没有机会进步 还是 其实香港人都是习惯 不是那么喜欢用脑 你觉得是哪种 你现在开了店铺 那你觉得其实是哪一种 我觉得人类的因素会多一点 人类的因素会多一点 是的 主动是觉得 Player本身很多 其实不肯说去学这些 因为我曾经接触过很多的Player 他们就算拿副卡坦组 卡卡琴出来 他们都觉得 一听过Rookie 听完之后都说 好心一下 未必玩到 可能玩完一波 才发现好心 不如我们降低一些Live 哦 这样 OK 这几年有没有说 因为你这么久的资历 有没有说 比如说十几年前 就是你刚刚开始玩的时候 跟现在 就是近几年 你觉得香港的Player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转变 就是数目 是数目 可能有这么多年 我身来身去都是个Core 都是个班 或者品味会不会不同了 就是说人 人当然一定会多了 始终十几年前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的资讯也很少 是 你那时 甚至90年代 Ball Game Geek 都未成立的时候 是 是 那我们去上网买游戏 找游戏 是 可能都是靠香港 可能靠战机会 是 可能只有一家半家的 online shop 给我们去买游戏 那时候我们阻得的资讯会少 是 那自然 可能玩的游戏 可能会相对比较局限 是 或者没有那么多选择 是 但现在 去到现在 近几年 香港除了Block Game Cafe之外 你网上买游戏又多 有Kickstart Kickstart Kickstart 甚至乎有Mickup Group 开始多了 Mickup Group 是的 很多Mickup Group 有没有join过 我自己没有 但我知道有Mickup Group 有稳定一些 是的 因为现在多渠道 很多人去做不同的Gloup 去玩戏 所以香港现在接触玩戏的游戏 游戏是多了很多 就是容易找脚 甚至乎 你去Block Game Cafe 比以前多了很多 你去Block Game Cafe 或者想玩玩游戏 店主也会推介一些企业 介绍一些Gloup 介绍一些人 一起进行 是的 那听阿简爺你说 就是说 这个转变 由以前很难找一些 Game 资讯到现在 那你觉得 在你的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辛酸 你是很想说 就是 譬如刚才那些 都叫做一部分 就是说 我以前买Game很难买 是的 或者接触一些资讯 很难的 还有我们这些资历很浅 有没有以前 会遇到的问题 是现在 或者是挫败 那些 很想玩 但是找不到人玩 有没有这些 以前 都会有人 一路玩一路淡出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在我们十几年前玩的那些 可能很多 现在年纪大了 开始有成家立室 即结婚 是的 结婚之后 开始就 家庭生活比较重要 可能家庭比较重要 可能家庭比较重要 但是他们开始会少了玩 逐步逐步 然后一直会踏出 幸好我们结婚才开始玩 如果不是 有有有 有有 有有 William 小心 你发现你一集少了William 大家知道什么事了 除了这个原因 其实 场地也是一个原因 场地也是土地问题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土地问题是一大件事 以前我们玩企 没有咖啡 去免费地方 去墨记玩 墨记 第一代在哪里 我们知道 胜地就是这个city 但是嵌完楼就没了 以前呢 以前我也想知道 其实 我自己在千禧年那时候玩 都是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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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ca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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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呢 爆房 City的房子都是爆房 爆房 有些没鎖的 有进去 爆房 但是 不是很多人 主要是维来的人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其他人 原来选择第一代是爆房的人 爆房 就是西人 是用房 去到 开始有多金咖啡的时候 其实 我们开始 逐步都会跳出来 多金咖啡那边玩 是啊 一来 一来多金咖啡 就说 他有地方固定一点 一来就说 不会被人赶 三来有时就说 是 就说不用 每次都用他们自己 下大那么多 他们都有其提供 是啊 是啊 去那里玩 我们有时 看到有新旗的 我们不用说 自己带去而已 不用自己去买 会方便一点 是啊 新宣史就说了 那 我想都 开始要入气肉了 我们今天就坐在那里听估计 听估计 听估计 就是有些人 你觉得很重要的 在香港的卓尤界 是 就是一些 好像人家武俠小说里面那些 经典人物 经典人物 通邪西独典 说不定已经退隐了 我们又不知道 那些 可能现在仍然在那里 当然你是其中一个 你是其中一个 我们心目中一定是 你就算怎么认也 你都觉得一定是 那有没有一些 我一定要认识的呢 如果说香港的经典人物 第一个一定要认识的 一定是刘平 刘平 刑委 战警会的创办人 一定要认识他 没有他 就没有香港国金 香港国金 就未必有那么蓬勃 因为香港很多人玩游戏 第一童战都是认识的 就是战警会 战警会 那时都是他有门市 就是在王国 王国 战警会应该是80年代尾成立的 最初最初应该是战警研究中心 后来慢慢发展 就有名叫战警会 一路由王国搬去尖沙咀 尖沙咀又去荣湾 荣湾又去尖沙咀 尖沙咀一路去山王国 哇 他很多年 原来之前已经有一段历史 那段历史 即是你还是一粒蟲 那时候 人家已经在玩 其实80年代 很多玩游戏 鬼戟人 已经认识了战警会 亦都是因为战警会而入坑 可不可以这样说 买企就不一定是战警会 但我最初玩Magic 最初都是战警会 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是有桌子 对 我也上去玩卡游戏 那时候我算是一个很早期的聚焦点 可以这样说 每个星期想玩Magic 玩波游戏 最早期的战警会 会不会直接像现在的咖啡 教你玩游戏 还是只是放在那里买 一个地方 他主要是门市 主要是门市 要放在那里 要玩而已 就靠他们自己 去研究他去玩 但我记得他好像以前有拖 后来就已经没了拖子 就只是做零售 是啊 主要是因为他 可能觉得Magic的销量下跌了 因为Magic自从2000年初期 没有了独家代理之后 其实销量开始已经有少少下降 所以其实去到2000年中期的时候 战警会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开始没有桌子 然后就转去买波游戏为主 买波游戏为主 因为我一二十岁玩 还要买他的卡 以前就要 是 后来就不需要 除了战警会创办人之外 还有什么你觉得一定要懂 第二个一定要懂 香港第一间波游咖啡的老板 Jordan和Jorge 因为他是香港第一间波游咖啡 Jordie Finger 他最早的了 没有他基本上 香港的波游咖啡的小樓 可能就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是的 他那时候是唯一间 而且他们很有心机去做 我记得那时候是整班人 去带这件事出来 我自己很早期 都是我的朋友带我去 原来是不同的 原来是很早期的时候 Jordie Finger 刚刚开 没有多久很早期 我自己都是 算是半个常客 OK 是的 因为那时候 我自己有班Game Group 是定期会上Jordie Finger 我自己都是其中一个 是的 是的 都会跟Jordie Finger熟 是的 Jordie Finger也是其中 我带起波游咖啡 二潮的一间咖啡 OK OK 他之后会不断继续开很多 到了今时今日 香港都十几二十间 你自己都开了 是的 你自己都开了 是的 另外还有什么 你觉得是重要的 经典人物 经典人物 我们上Nature 跟着有一个 叫退隐江湖 退隐江湖 叫Ellen湖 退隐江湖 叫Ellen湖 Ellen湖 Ellen湖 2000年初期 那时候很沸沫 曾经在港岛区开个店铺 买企 是的 那时候 如果说起玩北京场游 会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建计会 一部分是N关 因为N关 其实有点和建计会 想分成共礼 去买Block Game 是的 那他也是开门市 门市 门市 是的 收拾了很久了 他的门市是有咖啡 还是没有 纯粹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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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Game Group 有小部分 是经他介绍的 即是Gamer 是经他介绍的 即是啟蒙老师 是吗 即是是一个啟蒙老师 即是玩Block Game的啟蒙老师 又不算是 其实怎么说 很多时候 其实当年很多的Player 去他那里买企 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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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找脚玩怎么办呢 他把那些顾客推了给我 推了给我 即是他除了买企 买企之外 他有时候帮你们 搭脚 那时候没有Whatsapp 没有Whatsapp 没有meet up 没有上网 最多ICQ 最多ICQ ICQ 或者是最多ICQ 你有没有玩过 我没有玩过 或者是一些 网上那些 一些科码 有什么介绍 他会介绍一些Gamer给我 亦都有小部分 亦都玩到现在 好 那下一个呢 还有没有 下一个呢 我会讲多个 下一个就是梁先生 梁家主先生 他其实呢 他在90年开始玩棋 一直出游戏 到现在都还有出游戏 玩游戏 出游戏 这就是他其中一个 监制的作品 群秋斗兽戏 他是监制 梁家主先生 他是监制 他也是公司出游戏 我就是觉得名字很熟 原来就是这一只游戏 很多的 Designer Designer 或者是 香港那个卓游 那个批发 或者是零售市场 有小部分 都是他搞起的 或者是香港的Designer 很多时候都是靠他 去 出游戏 或者去找出来的 是啊 他都是做人物 真的 这些真是不 很多人会知道 他是由这个出游戏 起家 就是他那个 他早期都应该是出游戏 都是出游戏 起家的 90年代 又出游戏 到现在 出游戏 最新是哪一只 最新那只 应该就这一只未有 但最新 但他出游戏 很多游戏 说真的 就不是他们游戏 一项的 哦 就是入门级 就是入门级 入门级 入门级难出 其实 又或者他这么说 他其实 所买的游戏 十之八九 那个Target Group 不是我们这些人 是小朋友 是一些 没有玩过游戏 或者不是游戏 不是游戏 那都是推广 都是推广 都是一件好事 好事 我觉得都很好事 因为始终 如果游戏游戏 推广给不同界别的人 都是好事 重要啊 重要啊 还有没有 他最出名的北画楼 这个我都认识 这个我也认识 这个我也认识 又看她的小说 又看这本是不是 他讲的有语言 我记得那本是他讲大富翁 就是这本 就是这本 其实是九十年代初期出的 其实是很早期是在香港讲 这本书是Block Game兼须的一本书 这本书也介绍了很多讲Block Game的知识 或者一些技术 虽然里面有些内容 可能未必更新 因为我们始终有很多技术 例如Block Game Grid 甚至其他的Group 或者Cafe 其实很多基本的Block Game知识 这本书也会提及到 珍藏天书 这本书是他成为作家之后 他将Block Game的知识带给大众 这是他用他的名气去推出Block Game的东西 他不是这本书是这本书 你只是看那本书的编 你拍一拍一拍 这个编 这个编现在不会有这些书 我还不记得 我记得那时还有一本是说他去参加大富翁 不知道是世界赛赛 那本是他拿了世界冠军 那本是他拿了世界冠军 那本叫大富翁世界冠军 是吗? 九六年 香港大富翁冠军 不要白不知道 我经常看他那本书 原来大富翁可以玩得这么薄 可以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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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拿 玩Block Game 到世界上拿冠军 是的 所以 後期也不断有很多不同 其他不同的玩家 也出过去玩其他Block Game比赛 是 他可能最出名的有出书 或者本身是 他写到 因为他写到很重要 你写得到 他本身是一名作家 他出了名字 再带上Block Game 就好像你今时今日 有个明星去玩Block Game 去台湾 也不得了 王子驊玩Block Game 不得了 王子驊玩Block Game 寫书 寫本 可能有计划 但未必是 比较大众适合的 的类型 或者可能寫本说 香港除了有史书 你看到 今集真的很厉害 今集 我们三个 是没有东西可以说的 没东西可以说的 其实基本上是 报警版 我只是在拷罪 阿贾爺说的 基本上是听都没听过 其实帮我们补货 帮我们补货 是补货 这个第一 真的不是开玩笑 不得了 不得了 那阿贾爺有没有什么想和 最后意见和观众说 说一下 肺腑之言 嗯 不要哭 嗯 其实香港 香港玩Block Game 其实退步很多 但是我觉得 其实香港 很多说 玩Block Game 其实是 有这个能力 可以进去玩 就是进去 所谓玩些策略 Game 策略一点的 不要说停留在玩些 比较简单一点 是 就是要放胆一点 会放胆一点 因为呢 其实呢 不要说香港了 其实很多鄰近地区 已经是跳出了这个关关 是 他们玩的 Game 不是说 集中在这些 这样的 就是简单的 Game 那些日本 Game 是 开始是 玩些 複雜一点 要策略 要用好的 甚至乎 不要说 设计师 都是开始走这种路 设计的 Game 开始很多都是 比较複雜一点 複雜一点 就是 你说出来 真的要考虑一下 不是说 你们玩不玩得好 而是 你们是可以玩得好 You can You can OK 因为你们未必 你们不肯去做 你肯定是可以的 真的 可以的 你们可以的 那今集就很多谢 多谢 多谢 好 我们 不是开玩笑 就是这集要回家 要再播一次 我们自己回去再播一次 就是名字 我真的听都没听过 或者可能要上去 自己发出一些照片 资料给我们 我们在视频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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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好 我觉得 非常感激 阿简耶这次接受我们的访问 是的 好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的comment 意见 甚至有什么问题 想问阿简耶 这位老前辈 就是大师兄大前辈的话 那真的可以在我们的page 或者youtube里面 留下comment 或者传个message 给我们 阿简耶 他会很乐意和我们解答 到时现身 到时现身 想若简耶玩game 都没问题的 你传给他吧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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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